Hello 大家好 這個小朋友就是我兒子添添 Hello 大家好 大家看看左邊的臉是否好無事呢 話說幾天前 左邊的臉腫得好像含了一隻蟻 好像含了一粒荔枝 一至兩粒荔枝 我以為它生榨塞 帶了它去看西衣 大家留意蒸牛群座的朋友 不是不看西衣 我們是會看西衣 需要時我們會用西藥 只不過是盡量避免的 西衣的斷症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有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會找西衣的醫生幫忙看看 我看了之後說不是生榨塞 就說牠牙肉發現 醫生開了一支抗生素 就是抗生素 抗生素要連續吃五天 我問醫生可不可以不吃抗生素 醫生生生氣的情緒 每次叫你們吃抗生素 就要我花那麼多時間和你們解釋 你知不知道 口腔的問題 口腔是連著心臟的血管 如果有些個案 口腔會影響心臟 你弄到這麼大的事 先來吃藥就無謂了 這樣說 然後我就跟醫生 很溫柔地問他 你說口腔的問題 影響心臟 其實是否很具體的案 會不會都不是普通的案 醫生就呆了 然後就說 事實上是很個別的例子 但你也要想 有這樣的可能性 是不是要弄到這麼大的事 才吃抗生素呢 我說 我見醫生生生生氣 我就跟他說 算了不要緊 你先開給我 結果拿回來 我和老公商量了 如果第二天重體這麼腫 我們就吃抗生素 醫生說得這麼嚴重 但是這一天 看完醫生 我們就回來幫天天 塗乳香第一層 苦沛巴第二層 在他腫了臉外的肉 我們都沒有塗裡面 是用稀色的 你看到貼了可愛的貼紙 逢然我們家裡稀色的油 我們就會貼了可愛的貼紙 結果我兒子 其實是塗了一天之後 已經好了一大半 塗完第二天 就已經好了 現在臉就變回正常 再沒有生腫瘤 介紹一下乳香和苦沛巴 乳香和苦沛巴是燒鹽很強的油 這東西很好吃的 譬如 虎貝巴 其實是那棵虎貝巴的樹 要經過三十至五十年的成長 它會自然連根拔起 是倒了 然後倒了一段時間之後 才可以抽取它裡面 樹幹裡面的樹枝出來用 就是 用刀刮刮刮刮 那棵樹的樹幹 是用刀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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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 之類是苦沛巴的精油 所以其實是很寶貴的精油 另外乳香 就是聖經提到東方三博士 有送给主耶稣的 乳香抹药 是的 的礼物 乳香其实是 现在之前新闻报道 全世界开始贫磷 未去到绝种 但已经是少了 而杜拜的奥曼 是全世界最美的乳香出产的地方 Yarn Living是唯一一间公司 可以得到亚曼政府 因为Yarn Living很有诚意 在那里做了十几年的扶贫工作 政府看到他们很有心 真是很有诚意 所以唯独是 让Yarn Living可以出口 他们国家的乳香 其他是不可以出口的 乳香是和虎贝巴一样的收取方法 都是刮它的树干 然后流出一些汁 即是植物的血 人受了伤就会有血 植物刮了树干 就会有些汁流出 就是所谓植物的血 而这一类的方式抽取的精油 都是治疗的功效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我常常都跟天天说 这些精油是很宝贵 是经过很多人的心机 日落 一定都不可以浪费的 是啊 结果呢 天天现在的样子就恢复了 英俊了 我们这枝抗生素是没开过的